嗨 大家好 我是阿美美 我有为各位介绍 我利用保丽龙香来种空心菜 水耕的方式 那也采收了两次 那采收两次之后 我发现我自己调配的营养液 或是用那个厨余水来做这个空心菜的营养 采收了两次以后 发现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空心菜事实上没有长得很好了 那我就想说 第三次要采收之前 我想就全部把它更换 就是不要用自己的营养液或是厨余水 我就去买厂商所做好现成的营养液 来做它的营养成分 那给各位看一下 这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是它是三包围一组 然后这个就是要配5000cc的水 把它溶解下去 那厂商有特别讲说 你要溶解的话 要一包一包去给它 搅均匀 避免沉淀 那我有准备一个盆子 这个盆子我有做个记号 这个线到这边就是5000cc的水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来调配 我把水加进去 好 我先吸吸弄好了 那我们就一次一包把它放下去 那就是先弄红色的 它本身这个是液体状的 它本身这个是液体状的 好 我们倒下去的时候 就要给它搅拨均匀 好 接下来我们就放白色这一包 也把它剪开 第三包 有一点颜色比较深 它有点褐色 好 这样营养液就调配好了 我们可以把它倒在那个保丽笼香 好 各位看就在这边 我先把保丽笼香的那个水晶先倒掉 我们就倒这个新的营养液进去 然后就把这个盖子放进去 好 这样子就弄好了 那当然就是说到时候采收完毕以后 你这个水就全部要倒掉 要给它重新再换过新的营养液下去 再让它继续长 那我们总是试试看嘛 就是用这种厂商做好的营养液 看会不会把菜种得更好 好 这个就是我今天为大家介绍的影片 希望大家会喜欢 各位如果喜欢我的频道 请记得订阅 并将它分享出去 可以的话也请帮我按一个赞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